甘肃船S210国道 这是一条导航都不推荐的路线 感觉很秘境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 will last through the summer and winter too When love is evergreen, evergreen Like my love for you 地上这么多小羊羔 这么一大整片梯田就相当于这一鹤村上的人 开枣的 牛 出鹿村 我来瞧瞧它们种的是什么 应该是小麦吧 不是青柯吧 就它们村上还要走这种 半石子路 应该是个藏族村寨 看它们门楼 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种村庄有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就想去探一探究竟 看一看它们的生活状态 就这样远远看着就会有一种天然的安宁 我看到村上有人了 本来一点动机都没有的 你们能看到吗 一个小三轮 这边还有一个专门的烧烤露营地的 但是 这风 应该是有人管理的 简单的绿 蜡叶 除了这些简单的绿 还有我 和漫不经心的羊 一朵云飘的时候是云 不飘的时候是云 山之间 珠绳之上 铁尘 我和山如此接近 所以 一步 壁 cons圆 柳 南非 寓 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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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往那个上面爬呀 那上面好像有一个 有类似金帆棋那样一个 他们祷告的东西 我再读这个火达的菜 我觉得这本书 真的很有趣 因为它是既是性散文 李军老师他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 我觉得那种地方 戈壁滩 然后漫长的冬季 都是给人带来创作灵感 生活灵感的地方 有很多值得铭记的事情和回忆 然后他的话语 特别的直接坦诚 然后还特别的有趣 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也在 甘南的高原草地上 所以外面还下着雨 所以这个氛围就感觉特别好 就好像我身处在了阿勒泰地区一样 我在地图上找富云县和阿卡拉村 低水泉 乌伦古河 和这本书相关的一切地名 大雨狂风过去了 我的被吹得散落一地的装备 今天晚上一定会非常的寒冷 在这个海拔凉气氛的地方 但我觉得我一定是快乐的 是有事可做的 是有事可做的 水好冷啊 正好一小就这个难受吧 哇 晚饭 方便一面 我想说个事情 就是今天我在这个 没有信号的干南 其实已经到敏县了 这个河边上 看了一幅书 我又想到了一个 厚爱对于我 所喜爱的一个点 因为厚爱能让我们去吃苦 这是我们都可以 接受到的一种苦 一种清冷的苦 它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内心真实的存在 它是一种快乐 就我们不在厚爱的话 我们可能再也无法提为 李娟姑娘 他在我的阿尔泰书写的那种场景 去感受了 虽然不能完全的感受 但至少在此时此刻 在这样的户外 在这样的一个深山僻壤的地方 我是能感受到 他所书中描述的那种境界 这种场景 这种感受 能给我带来一种 内心的共鸣吧 其实共鸣 就是快乐的一大源泉 所以 我觉得 我很幸福 至少现在 能够吃我的泡面 就去和对手 就在这样的野外 能吃到热的 能吃到温饱 就是一种 很强热的幸福感 虽然它不是什么美食 它就是一种 甚至称不上健康的食物 但它就是一种素食 能带来温饱 能再次吃此刻 带来幸福的食物 它就是一种好的食物 能给我留下 记忆深刻的 一餐 我喜欢这样让我 被改安宁的氛围 如果自己没法做到的话 就像我一样 强制留在这样一个 秘境 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你 没有信号 没有网络的地方 能感受到 能真正快乐 人群 如果我不在这个地方 老是在下面一个镇子上 或者在铭线里 无感确信的时候 我不可能有现在的那种状态 另外 我一定不会把视频都剪完了 同时看了好多书 我很可能 剪了视频一部分 就会去刷了一会儿 手机 刷好视频上 就我个人 这种意志力 还不是足够坚定到 可以完全独立自主 去理性的 去做任何 当下 完全正确的事情 我会时不时的去放松 但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 真的整个人都是 这种放松 还不同于那种放松 因为你放松下来 做的事情都是对的 但那种放松 让我觉得我有一点 感受不到现在 做的快乐 也是 我不喜欢那种 太过为放松 可以适当 但是现在这样的时刻 其实也不能成为常态 但是 需要这样的时刻 不能没有这样的时刻 然后 小狗注意我 此刻的意义就是 其实我的精神上 是独立存在的 但是我在现实身体上 你就有他陪伴我 所以 其实算是一种两全之美 我希望晚上借着狂风暴雨 刚刚那个风雨大到 把我的那个车都在摇晃了 然后整个外面的 我的淋浴章都吹到了 一时这种对比落差 就是外面下雨 我既然还在我的小窝里 会让你觉得幸福感 另外其实 在这种环境下 我更能感受到 就是 人该如何正确的活着 就是人怎样清醒的认知自己 就需要那种特定的环境下 去给自己 会有那种灵感出来 所以我想这样的环境 上来 上来 最后说一句这本书看到的一个最功名的一点 就是说 娟啊 你不结婚 不生孩子也可以 不要再去装灵一些罪了 轻轻渐渐量无牵挂的活到老 其实也是认认真真对生命负责的一场责 最安静 最孤独的成长 也是能使人踏实 自信 强大 善良的 大不了 偷偷舌头而已 话也有点多不好意思 然后早点休息吧 早起早睡 晚安 剩下的肝囊 依然用上我的羽绒睡袋了 晚安 早起见 早起 感谢观看